中国留学生健身房撤死 只因忽略了这件事 与七年相恋妻子终成永别 话说事情是这样的 马上天气热了 许多人都喜欢去健身房 练个二三头肌或是人如线什么的 一来是为了夏天可以有个性感的身材 二来也是为了自身的健康 所以平日女多家锻炼身体是必不可小的 可视最近却发生了一件悲伤的事情 值得让人反思 澳洲海龟撤死在健身房 据报道 二月底 三十一岁的澳洲海龟郑先生意外撤死在健身房里 在澳洲留学期间 因为身边的小伙伴都健身 而自己也迷想了健身 归国后 他依然保持了健身的良好习惯 经常会去一家健身中心打拳 然而在当晚八点 郑先生照常约了者夫和去了香港红磡的一间拳击管 段年后却在也没有醒来 二月二十三日周五晚上八点 郑先生约了他者夫一起去打泰拳 在做完十五分钟的热身之后 他们就开始练习打沙包 然而 方才还和大家说笑打闹的郑先生 却突然感觉呼吸困难 于是 郑先生赶紧停下来 走到旁边进行休息 看得情况不对 郑先生的者夫赶紧走了过去 发现他脸色苍白 而且攀地一下就分倒了 现场刚好有一名医生 立刻对他采取了心肺复甦急救措施 并且立即呼叫了救护车 然而 即使是这样 郑先生也没能逃脱一劫 健身是好事 为什么会撤死 和牛哥一样 他的亲友门诈都想不懂 郑先生一直身体很好 也没有什么慢性病 怎么会做运动撤死呢 健身房的负责人表示 郑先生只有每周五才来打拳 因为他平时工作很忙 上次来都是一个多月之前了 目前 法医表示已经排除他杀的可能 而造成郑先生死亡的原因 或许是因为繁重的业务和不规律的运动频率 而运动撤死其实不是个例 著名健身达人Andy Page的睡梦中处死 也被诊断为或和过度哲食和运动过量有关 健身虽然有益心心健康 但是如果不能够正确健身 反而会对身体造成很大损伤 许多小伙伴也通常借健身来消磨时间 或者提高自己的抗压性 以下牛哥专门为大家总结健身的十大漏杂 希望大家引以为界 不要因为一时的增强好性 或者不再意让自己受伤 健身十大漏杂 一 平时不锻炼 周末狂运动 平时运动量少 肌肉 肌健相对休息比较多 如果在周末猛延增加运动量 这样很可能会造成运动损伤 这种 暴饮暴食 适的锻炼 不但健身效果不佳 反而容易出现意外的身体损伤 较常见的有关节损伤和肌健拉伤等 除了可能带来肌肉 人带拉伤等急性损伤 还可能造成身体各器官的慢性损伤 平时如果工作忙 可选择少量运动 科学健身的基本原则就是循序漸进 二 运动后 急煞车 剧烈运动后千万不要立刻停下来休息 后果会很严重 剧烈运动时血液多集中在肢体肌肉中 由于肢体肌肉强力地收缩 会使大量的静脈血迅速回流到心脏 心脏再把有营养的动物血压送到全身 血液循环极快 如果剧烈运动刚一结束就停下来休息 肢体中大量的静脈血就会余积于静脈中 心脏就会缺血 大脑也就会因公血不足缺氧而出现头云 恶心 呕吐 休克等症状 所以剧烈运动 如长跑之后逐渐改为慢跑 再走一走 做几下深呼吸 这样肌肉就会轻快地消除疲劳 三 刚吃完饭就剧烈运动 一般吃饱饭后 人体大部分血液集中在胃和肝脏 如果马上去运动 第一会导致储存了大量食物的胃 因为颠簸而不停牵拉固定胃的人大 长期以往会使人大松弛 导致胃下垂 饭后立即作剧烈运动 将会抑制消化液分泌和消化管的愚动 因为作剧烈运动时 全身肌肉的血液增加 胃及内脏的血液就会相对地减少 这些原因都容易造成消化不良和吸收不良 影响新陳代謝 甚至造成慢性胃病 建议在每次吃饱后 最好休息1-2小时以后再进行运动 对于经常参加运动的人来说 吃饱后休息30分钟左右即可运动 剧烈运动除外 四 胸腹做运动 饱腹运动有害健康 胸腹运动同样不科学 胸腹锻炼会导致头昏眼花 甚至呕吐 出现 运动性低血糖 增加意外伤害的机率 运动前一定要吃一点容易消化的东西 如香蕉 葡萄干 含高碳水化合物的运动饮料等 这样也能达到减肥的效果 而且不会因为低血糖而产生不息 进食应该在30分钟之后再运动 不要吃脂肪和蛋白质类等不易消化的食物 5 运动前不进行充分的热身 热身运动是只在正式运动前 用短时间低强度的动作 让正式运动时将要使用的肌肉群先行收缩活动一番 以提高局部和全身的温度以及血液循环 并且使体内的各种系统 包括心脏血管系统 呼吸系统 神经肌肉系统及骨甲关节系统等 能逐渐适应即将面临较激烈的运动 来预防运动伤害的发生 很多人为了自省时间 不热身就直接进入高强度的有氧训练 这样很容易造成肌肉损伤 而且会更容易疲劳 6.初学者锻炼过于增强好性 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喜欢装逼 为了面子而不考虑自身实际情况 强行进行超出自身负荷范围的训练 这很容易导致肌肉 人大等受伤 同样也会对以后的训练造成心理阴影 初学者刚开始健身切物追求大重量 大富和大强度高难度动作训练 而是需要从小重量低富和低强度 简单动作开始训练 应该从小重量小富和低强度 简单动作开始 然后再随着自身训练能力提高 逐渐增加运动量 运动强度高难度练习动作 初始锻炼运动强度最好不要超过最大心率的60%左右 最大心率的计算公式是220减年龄 等于最大心率 主观感觉已不影响自己的正常说话 或在感到肌肉酸痛前适可而止 7. 运动前和运动中不保水 运动之后猛灌水 运动前就要喝水 尤其是做消耗体能多的运动时 以防运动时保水不及时 一般运动前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就应该喝水 每个人运动时排汗量不同 需要补充的水分也不一样 只要保证不感到口渴就行 一般来说 易出汗的人最好每15-20分钟 补充110-170毫升的水 大约10-15小口 若运动前和运动中不保水 会导致运动疲劳 损害健康 影响健身效果 运动后往往口渴难耐 如果方不择食一口气渴过够 会造成更加疲劳 大量饮水的结果只会是导致严份进一步流失 引发净乱 抽筋 8-断练时抽烟解佛 在运动时吸烟 比平时吸烟对你的危害更大 同时氧气吸收不暢还影响机体运动后的恢复 让人更容易感到疲劳 运动时血液循环较快 导致肺部和全身组织吸收有害物质增多 这些物质会大量进入人体 无疑会吸人体机能和组织带来比平时吸烟大得多的伤害 医务中的一氧化碳吸入机体后 与氧气竞争血红蛋白减少氧和血红蛋白含量 使机体重要组织血氧加重 从而导致运动能力的降低 9-运动后马上洗浴 运动时血液流向目标肌肉的血液会增多 当停止运动后 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如果这个时候立即去洗热水槽 会刺激毛孔扩张 血液主要集中到皮肤 影响全身血液循环 导致血液不足以供应身体其他部位 比如心脏或大脑供血不足等 再加之运动后身体疲劳虚弱 很容易造成头晕 恶心、全身无力等 如果这个时候立即去洗冷水槽危害更多 冷水浴会使身体毛孔立即闭合 无细血管收缩 阻断身体与外界循环 虽然短时间身体感觉清爽 却阻断体热的散发不利于肌肉的恢复 长此以往执会使身体生病 健身后建议适当休息30分钟左右 待身体恢复到健身前的状态 就可以开始洗澡了 水温接近体温 最佳水温为35-37度 10. 带病坚持锻炼 不少人有一种误解 对于头痛脑热的一些小病 继续锻炼是一种 运动疗法 活动一下筋骨 出一身汗 病患好得快一些 其实这是一种最危险的错误概念 生病期间 人体免疫力和抵抗力都会下降 身体不适 就应暂停运动或减少运动量 否则会加重病情 延长病期 如果在运动中出现圆魂 胸门 胸痛 气短等症状 应立即停止一切活动 设计硬撑 尤其是中老年人 以防运动有发猝死 看完此闻的你 可以想一想自己有否类似的健身习惯 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 大家都可以引以为戒 en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